她一生无耳无女,却是大山女孩心里的张妈妈 十三年来,她用生命撑起山区两千余名贫困女孩的大学梦 她让一群尚不起学的女孩子有疏度,让她们能走出大山 可居然有百万份大博主,高高在上帝指责张桂梅叫不出清北声 百万大V到底在高贵些什么 在视频开始之前,请各位观众老爷点击视频左下角的关注支持下 我们接着往下看 2008年,中国第一所全面飞的女子高中,华平女子高中成立了 在那遥远的云南省丽江市华平县山区里 一群群大山里的女孩们终于有学上了 那是一所无门槛的学校,不要学费,不要住宿费,不要书本费 入学甚至连铺盖卷也不需要带 只需要父母愿意把女孩子送到老师手里就行 中国西南部的山区的女孩子们尚不起学 倒不是因为山区里没有学校 而是孩子的父母们觉得,女孩子没有必要读那么多书 早早的辍学,打工,嫁人才是他们的人生了 山区的父母思想落后 中男轻女,他们愿意花大假钱 把还在上初中的儿子送到县城的补课班补习 也不舍得让他们在上高三的女儿继续读书,参加高考 那群原本应该在教室里埋头学习 在操场上肆意奔跑的姑娘们 不得不为他们的哥哥,弟弟的求学路攘步 他们在还是孩子的年纪里,却要嫁给另一个孩子 然后又生下一个孩子 而张桂梅的出现像一道光的降临 给了华平县山区的女孩们的人生 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孩子别哭,有什么困难跟我说 张桂梅校长抱着面前半大的姑娘 轻轻地拍着她的头 女孩是华平女子高中高三的一名学生 在高三这样分秒必争的时间里 张桂梅校长细心地发现 今天有个女孩没来上学 张桂梅校长担心急了 立刻拖着病重的身子 拔山涉水来到女孩的家里 她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女孩的家住在山区里边 家里是破旧的泥土房 张桂梅校长来到女孩家里时 她正在家里帮父母干农活 张桂梅校长立马打断女孩手中干的活 孩子,今天怎么没去学校上学啊 爸妈让我在家干活 说女孩读书没用 张桂梅校长立马拖着女孩去找她的父母 表示今天一定要把女孩带回学校 放心把孩子交到我手上 我一定好好照顾她 经过张桂梅校长苦口婆心地劝说后 女孩的父母终于同意她回学校上学 女孩铺在张桂梅校长的怀里泣不成声 在华平女子高中里 还有上千位这样的女孩 她们也正是张桂梅校长 翻过一座又一座大山 走过一条又一条泥路 经过一家又一家地劝说 才领回来的女孩子 华平女子高中成立13年以来 张桂梅校长共家访1550名学生 形成11万多公里 让2000余名山区女孩接受教育 她们中有的念到了高中 有的才只念了小学 张桂梅校长不管她们基础的薄弱程度 统统把她们都收到女子高中来 我保证教好你们 让你们都考上大学 免费女高是张桂梅的梦 也是华平县山区2000余名女孩子的梦 通过接受教育 山里的女孩子们得走出大山 她们可以成为老师 医生 警察各种各样 她们想称为的职业 而不是只能被迫的 只能当一名家庭主妇 截止到2022年6月 华平县女子高中共迎来了2000余名毕业生 平均本科上线率高达80%以上 在华平县首屈一指 张桂梅凭一己之力 将上千名女孩送出大山 也渐渐地改变着当地人的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 那去女孩子们 有的已经在祖国各地发光发热 有的则选择回到华平女子高中 成为新一代的张桂梅 如今的华平女子高校举国文明 人人皆知晓在云南的山沟沟里 有一个女人用双手撑起了大山女孩子的求学梦 张桂梅校长因此还获得了七一奖章 以及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等荣誉称号 还一次又一次的成为高中学生的作文素材 铭记在无数学子的心中 可张桂梅校长的见笑之路并不顺畅 但一次又一次的碰壁 并没有阻挡张桂梅校长 建立一个免费女子高中的梦想 她也在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中倒下又爬起 最终完成了她天真的梦 那张桂梅校长的见笑之路 到底有多艰难呢 张桂梅原名张美归 黑龙江省牡丹江世人 她生在东北却就业于西南 工作地和家之间是四千多公里的漫漫长路 张桂梅的姐姐当时参加三线建设 被分配到云南省 当时年仅十七岁的张桂梅 也跟着来了云南 在当地的一个林业局做一名小文员 当了几年林业局文员后 一次偶然的机会 张桂梅被调望当地的一所子弟小学当老师 在那里 张桂梅真正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 张桂梅想教书育人 她想让更多的孩子能读上书 读好书 于是她决定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为此张桂梅自考考上了 丽江教育学院中文系 经过三年的大学教育 张桂梅不仅丰富了教学知识 提高了教学水平 甚至还在这里邂逅了一位英俊的白族小伙儿 而她也成为了张桂梅一生中最爱的人 毕业后 张桂梅跟随白族小伙儿 回到大理白族自治州教书 可贴有不测风云 二人的幸福在短短地持续了八年后便结束了 白族小伙儿去世了 永远地离开了她 即使孤身一人 张桂梅也依然坚持着两人的梦想 做一名负责任的老师 教好自己的学生 她主动申请从生活条件好的大理 眺望偏僻的丽江教书 她想为山里的孩子们贡献更好的教育资源 来到学校后 张桂梅因为教学认真负责 被调去当初三毕业班的老师 这可是张桂梅第一次带毕业班 对此 她格外认真负责 当时张桂梅肚子里长了子宫肌瘤 足足有五个月的胎儿那样大 可张桂梅放弃了紧急治疗的机会 而选择陪在初三毕业班的孩子们身边 等到她将孩子们一个个地 都安全送到考场后 她也坐上了去医院的救护车 医生在她的肚子里 取出了一个近两斤重的大肿瘤 她的身体也因为这次手术每况愈想 在丽江做老师期间 张桂梅发现自己的女学生中 经常出现毒着毒着就不见了的情况 为此身为毕业班老师的她十分着急 张桂梅找上家门后 才知道有的父母让女孩子出去打工 有的父母为了三万元彩礼 决定将女儿嫁出去 有的则早就找不到人了 知道这种情况后 张桂梅十分痛心 她深知大山里女孩子 在重男轻女的观念下悲惨的命运 她决定做点什么来改变这种现状 她想建一座免费的女子高中 让大山里的女孩子都有疏毒 但张桂梅天真的梦想并没有得到限 是教育部门的关注 她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建议 换来的确是教育部门 一次又一次地打击 得不到政府的资助 张桂梅将方向转向民间 张桂梅开始在街头乞讨 在路边 张桂梅一遍又一遍递向路人说着 自己的免费女高梦 希望路人能为她捐个十块八块 有人被她的免费女高梦打动 捐个几元意思意思表示支持 有人则将张桂梅视为街头乞讨的骗子 所谓的免费女高梦 不过是骗子街头骗钱的话术罢了 尽管受尽了别人的误解与白眼 张桂梅也无怨无悔 她没有戒心也是应该的 张桂梅已经在华平县工作了好几年 她对华平县的贡献县领导都有目共睹 于是便为命张桂梅 为当地儿童福利院的院长 并且还推举张桂梅为2007年的人大代表 张桂梅也丝毫不放过这次机会 在北京人民代表大会堂上面 向全国人民说出了自己的免费女高梦 当时的张桂梅穿着破旧的衣裳 身上还有补丁 与周围其他西装革履 衣着整洁的人大代表截然不同 这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记者采访张桂梅时 问她为什么穿着这样破旧的衣服来北京 张桂梅回答她说 我从山区来的 磕磕碰碰地 衣服破点也正常 也因为记者的报道 张桂梅的免费女高梦 对让更多人知晓 她也得到了各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2008年 中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 华平女子高中正式成立 赶紧建好 早晚一年就多一批孩子能上学 但办学第一年 在师资问题上就出现了问题 山区条件简陋 教学设备差 生活条件也差 最初的17名教职工 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8人 没有老师怎么办 张桂梅发现坚持下来的教职工中 很多都是党员 便带着他们重温入党誓词 回忆入党的初心 并且她将政府给自己治病的钱 全用来提高学校的条件 以吸引更多老师前来 老师的问题解决了 可学生却经常上着上着不来了 张桂梅便拖着病重的身子 一家一户地劝说父母 让孩子放心地交给自己 华平女子高中成立第一年 供招来100名大山里的贫困女学生 100名女学生背后是100个家庭 一代女孩的成才路 可以改变三代人的命运 张桂梅贡献之大是毋庸置疑的 可微博某百万大V 却出口质疑张桂梅校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百万大V 在微博指点江山 化身教育界太多 痛批张桂梅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水平 声称华平女子高中至今没有考上清北的学生 本来以为只是小丑华众屈丑 弄人眼球的笑话 可没想到张桂梅校长居然亲自下场回应 这确实是面临的问题 我们每天在研究如何提高教学质量 毕竟这边条件有限 不必大成事 张桂梅校长虚心接受了华平女子高中办学 13年来没有出过清北的事实 没有与高高在上的微博大V争论 并且道出了山区免费女子高中的办学困境缺钱 微博百万大V 何不识肉迷的言论 激起了网友们的激烈声讨 在偏远的农村 县城 能考上好点的大学 走出大山继续学习 已经很不容易了 张桂梅老师改变是当地一代人两代人 甚至几代人的认知问题 他所做的比出一个两个清华北大学生 意大得多了 清华北大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 无疑是千万高中学子的梦中情小 可清北每年招生不过几千人 其中仅北京地区就占了大半 其余名额分配到各省后也不过几十人 竞争压力之大显而易见 再回看各省清北上线者的高中母校 不难发现基本都集中于各省省会 或者省内经济发达地区 除开北京 上海等超一线城市 中国大部分省的清北生 基本都是及全省最优质的一批教育资源培养而成 学生个人的天赋努力 以及优质的教育资源 内部外部的条件缺一不可 而华平女子高中作为山区里的学校 又是全免费制度 全靠政府及社会爱心人士资助得以继续办下去 其办学条件和生活条件远不及城市 在这种情况下 因地质疑地展开适合的教学方法 远比盲目地模仿大城市的教学方法来得合适 毕竟前 师资是山区女孩 高考之路上最稀缺的资源 考不上清北不是华平女子高中的悲哀 是中国千千万万的贫困地区的普通高中 所有学子的悲哀 北京地区学子有高达11%的清北率 是云南省清北率的30倍 北京学子可以享受着全国最优质的教育资源 拿着云南省一本的分数线 就可以轻轻松松上清北 然后回过头指责云南省山区的孩子们不努力 没有天赋 微博百万大V看不到 对于山区的孩子们来说 走出大山是最顶顶重要的事情 至于考上清北 能考上自然最好 考不上 能走出大山以示万行 云南山区钱少 人少 环境恶劣 能开办一所免费女高 已是天真梦出人意料的实际 能让山区的女孩子们有学上 摆脱柴米油盐的日子 已是难上加难 2022年华评女子高中的本科上限率 高达94% 理科最高分高达651% 位列立江市十四所高中第一 这无疑是令人振奋的成绩 横水的高考工厂 毛坛厂工厂 小镇作题家这些原本是高考学子 面对无奈的教育现实的自嘲 如今却成为了所谓的公知痛疲金金爷爷 刻苦学习孩子的工具 一味刷题的提海战术 起得笔记早 睡得比狗晚的普通高中学生生活 自然比不上北京学生去博物馆学历史 出国春游等这些增长的见识款 但刷题已经是千千万万贫苦的高中生 能上好大学的最简单 最便宜 最有效的教学方法了 华平女子高中的老师们 用这种教学方法不是他们想用 是只能这样的方法 唐使微博百万大V认为 这样的教学方法 叫不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学生 叫不出清北生 百万大V可以选择给华平女子高中捐款 或者去到山区待几十年 好将自己高慎的知识 传授给山区的老师和孩子们 微博百万大V 何不识肉迷的言论 深深刺痛了无数网友的心 迎来一片痛骂 他道出了当今贫苦的 或是普通高中没有清北生的现状 但他将原因归结于孩子们没有天赋 老师教学方法太差 他看不到张桂梅校长 对山区重男轻女观念的改变 看不到一代女孩的成才路 对三代人的影响 张桂梅校长的丰功伪积于女孩个人 于家庭 于社会都有极高的教育意义 张桂梅校长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 敬佩和学习的中国偶像 他才应该是真正的百万大V